前行政院長蘇貞昌在屏東縣潮州正出席 護國四年簽書會 吸引許多支持者到場 氣氛相當熱烈 蘇貞昌分享治國經驗 也特別為民進黨平南立委參選人 許富奎助選 強調寫這本書不是寫蘇貞昌一個人 而是一個團隊 這四年如何勇敢堅持 拿出方法克服困難完成許多事 而他歷經兩任行政院長 知道國會過半與否會影響建設的推行 因此一定要選一個 顧台灣的團隊 而這個重要的角色就是許富奎 我做行政院長 全台灣沒人像我才有經驗 兩位不同的總統 派同一個人做行政院長 我最可以比較 這位任何人不夠人 做到賠賠賞 這位任何人過半 所以做到給改進 不然你們有平和公路做事 聽到嗎 各位可以跟賴清德做會 就是許富奎對不對 對對不對 他可以 替周春明去政策的 就是許富奎對不對 對 在我們南区二十二方頂七 農總也要選一個而已 你就要比較 誰行誰可以替周春明現場 替民東官去政策議選 就許富奎 誰行可以購 戴清德許富奎 誰行可以讓民進黨過半 許富奎對不對 對嗎 交通部次長陳彥博 國策過問邱茂南 屏東縣長周春明 也特別到場支持簽書會 而主辦此次活動的民進黨 平南立委參選人士富奎說 自己跟著攀茂案二十年 打拚的過程中 對蘇院長相當敬佩 很多很多的建設 都是來自蘇院長 對屏東的疼惜 若自己有機會 將全力為屏東 爭取更多資源 我想在民間 對著民間 這二十年的過程裡面 我想我們對蘇伊町 有全我們很多的感動 全我們很多的感覺 我想它在擔任 擔任一定的時尊 我們鐵樓 我們到這個鐵樓的計劃 就是在秋頭完成的 但剛才我們到南邊 剛才我們到進步的一天 看到我們多多多 對屏東的建設 多多多 對屏東的努力 都是說一直對故鄉的情 對故鄉的愛 蘇貞昌連跑臨邊 新元潮州萬丹四場的造勢活動 提出支持許富奎的三大理由 可以讓平安的政策延續 提州純米到中央 爭取經費建設 還有行政經驗豐富 了解地方為平安發聲 還可以護國輔佐 賴清德的人就是許富奎 需要大家的共同支持 蘇貞昌說自己做立委時 已經做過審議員屏東縣長才成為立法委員 周春米做立委之前也做過法官 做過律師律師公會理事長 而許富奎出社會二十年 做過立委服務處主任 縣長是主任 民政處長這就是有經驗的人 替大家講話爭取才最內行 我們要選一個代表我們的人 去到立法委 要跟人承諾 要正出議選 那都全國人會煩惱 全國人會煩惱 你如果沒有一個班 沒有一個款 沒有一個經驗 可以做事情 你要怎麼跟人家說 大家都很大 人家就看你比較有 所以 我們的許富奎 他出社會一十年 把國民服務處主任做十年 所以對盤命安之外 盤命安做管長 他做管長設主任 這就最厲害了 再進一步 做民政局長處長 這就是什麼 共同廟地方 我們共同廟地方最內行 這樣一個內行的 我們把選給他做立法委員 不就比較像一個班 比較吃一個款 要替我們講話接觸 不就比較內行 這樣對不對 蘇貞昌強調 以他是全國唯一做過 兩任行政院長的經驗來說 國會過半與否 能做的事差很多 因此平南立委 是國會過半的關鍵議席 希望大家集中選票支持許富貴 為屏東爭取更多政策福利 建設資源 記者部提供正義 採訪報道 記者部提供正義 毛衣 testoster